是 像他这样受过 严重创伤的人 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不能太劳累啊 严重创伤 从X光片上看 他身上有七处骨折的伤痕 看样子 你这个朋友 曾经受过很大的创伤啊 我很想知道 你到底发生过什么 车祸 也是在法国吗 对啊 在法国 我们在他的血液里 发现了大量的抗排疫药物 那是一种免疫抑制剂 主要用在曾经做过 移植手术的患者身上 是为了预防患者 在手术以后 对移植物产生排斥反应 陆准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角色 你为什么这么在乎叶子 开闹 严 Unfだ 你真的是奇梦 美国迷你苏达州 前阵子有个新闻 不知道你没有看到 跟我有关系吗 美国有一对夫妻 妻子怀孕了 丈夫却得了抑郁症 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她丈夫竟然自杀了 那很不像 她妻子知道她丈夫 是一个捐献器官的志愿者 但她并没有阻止她这个决定 并且替她完成了这个遗愿 这很为大 她妻子把她丈夫的脸 捐给了一个脸部 严重受损的年轻人 六十名医务人员 在五十六个小时之内 给这个年轻人做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换脸手术 你现在的科学技术完全可以达到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行为 我是觉得很奇怪啊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叶齐蕾 我知道你和叶齐蕾之间的感情 但是不能因为我关心叶子 你就真的把我当成叶齐蕾 可笑 那你身上的伤怎么解释 同样是五年前 同样是车祸 同样是在法国 我和你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秒钟都会发生车祸 生命的时候爱吃黄桃罐头 你甚至和齐蕾的血型都是一样的 你甚至和齐蕾的血型都是一样的 一次可以说是巧合 但你和齐蕾之间 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你就不能拿巧合来解释了 你如果不是她的话 为什么要接近我 为什么要对我好 我喜欢你 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 你明明就是情 你的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庄庄不认识我 为什么 为什么